多忘先來看看歌迷們的反應就知道了 趙薇 趙薇 日前 趙薇剛剛推出了第七張個人專輯《我們都是大導演》 並且在北京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聞發布會 來自全國歌地的歌迷將整個現場站得滿滿當當 連前來的媒體記者都大呼氣氛好熱 與其說這是一場專輯發布會 倒不如用小型演唱會來形容更加合適 不如用了畫面 我們可以做的全世界的大導演 我們一來再說到 溫柔而永遠的回復在你背中 只有新的一輪 心的身子量當忙 发布会上还发生了十分有意思的一件事 在演唱老板娘这首歌的时候 因为歌迷们太过热情 几乎盖住了现场伴奏的声音 赵薇几乎有些停不住旋律 在勉强唱过了一小段之后 赵薇实在受不了自己要求再来一次 现场几次找准旋律才开唱 十分帅真 我吊起高了不是那个吊 如果我那个吊那么唱下去 后面基本上是只有唱歌剧的人 才能唱唱下去的 反正至少大家知道我是真唱嘛 所以就没关系 台上的赵薇唱得过瘾 一边的林景和导演也没闲着 作为赵薇新专辑的MV导演 林景和导演十分有心的 将到场了十几家媒体和歌迷 仔仔细细地拍了个遍 而这些镜头则会全部用在 赵薇即将出炉的大导演的MV中 一直将镜头对准明星们的媒体 这次也只好乖乖地配合 当一回演员了 更加的幸运了 因为在发布会之后呢 他们所享受得到的这个待遇 可是会令其他的威迷们 羡慕 嫉妒 恨等 那这一次到底我们的梦想学员 是以什么样的身份 出现在赵薇的发布会上呢 他们和赵薇之间 又碰撞出了什么样 有意思的火花呢 来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音乐 方明榜音乐学员的梦想学员 我是萧蕾 我是郭乐 大家好 我是完颜 大家好 我是贾建龙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是来到赵薇的新专辑发布会现场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入口进去 然后去看赵薇的现场演唱了 听完她的现场演唱之后 我们还会有一个 还会有一个专访 然后会问赵薇一些 我们就是非常想要 情绪问她的一些问题 那么大家就一会儿期待我们的表现 我一定要拿到她的金币签名 然后也要期待薇薇的表现哦 加油 加油 赵薇我来了 其实我们的梦想学员第一个就要体验作为一名娱乐记者的工作 但身为赵薇的忠实歌迷 我们的梦想学员们立刻化身变成了四名小歌迷 一概平时叽叽喳喳的个性 乖乖的在台下欣赏偶像的风采 吸取更多的舞台经验 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记者的身份 这次发布会上赵薇也是配合庞克感的发型 以一身非常有欧美潮流质感的摇滚女歌手形象亮相 巨星风采表露无遗 音乐风云榜的临时记者们面对这样一位巨星 还有现场这么多有经验的媒体面前 从来没有当过娱乐记者的这些孩子们 到底他们的问题会关注哪些方面呢 来问一下木兰箱会不会用在花木兰当中 木兰箱不会用在花木兰当中 但是已经拍过MTV了 会用电影花木兰的画面 因为那首歌放在电影里面会很奇怪 这首歌比较现代 那您的这张春戏里面有摇滚风格 还有RV风格 您个人认为您最胜任的是哪一种曲风呢 我觉得在李全的掌控之下 好像各种风格我都能够尝试一下 也不露马脚 刚刚在台上的时候我们都有举花筒 就已经举到手很酸了 会觉得一直坚持一个很难受的状况 然后去举那个花筒 然后为了收音效果好吗 当于一记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不错不错 看来还是要大家体验过后才知道 娱乐记者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哦 虽然画面上我们看不到 这次为梦想学员的影子 但是学员们的问题水平还算不错 除了体验了一把娱乐记者外 学员们心里当然不希望简简单单 来看一次偶像的发布会就结束了 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得到来自偶像的唱歌指导 我们怎么能不给他们安排一些惊喜呢 都是在底下游战 对 都是在底下游战 对 都是在底下游战 大家在听牌都有在座 然后今天我有个自己私人的问题 可以想讲问你 这么多年你发了七张专辑 然后唱功是越来越好 跟我在现场听Live 感受非常的棒 我就想问你因为我们也在比赛 然后就想问一下关于唱功方面的问题 就想说你的唱功这么好 平时你在私底下是怎样练习的 私底下常常开歌了 第一常常开歌第二常常听歌了 对 我就睡觉了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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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处的花脸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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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知道你唱过 因为在这个《奇春旅游战》里 也唱了很多这种风格的歌 对 那你有没有比如说 给我们一些建议或意见 要怎么样完成那一种 披风的感觉 嗯 嗯 或者是双造型上也可以啊 嗯 造型啊 或者是唱法 那你可以就做我演戏的那个造型啊 对 对 对 然后你说为什么这样 你就说是稍微让我这样弄的呀 对 对 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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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我们的总结就是爱唱歌 一定要坚持 今天我们的赵薇记者团采访 成功